失智者在家屬和志工的陪同下 来到市定三级古迹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在解说人员的带领下 参观馆内全台唯一仅存的善行居留所 并且了解古迹的历史文化背景 活动还安排纸粘图手作 让失智长者除了动动脑 也可以动动手认识场馆的建筑特色 今天我们很开心可以带长辈来参观 我们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那这个馆的话它是1933年成立的台北北警察署 那是我们台北市的市定古迹 那这个以前的话很多地方的长辈都只有一个印象 就是警察局来报案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 然后纪念的话是从纪念是蒋渭水 他们在日本时代的时候 对抗一个政府的一个纪念的活动 那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故事 还有一些我们警察局留下的一些设施 譬如说拘留所 那这个拘留所其实大家很难得可以看到 完整的这个扇形的拘留所 因为其他的部分大部分都没开放 那我们是属于保留的很完整 然后大家也可以进去参观 也等于是见证当年这个台湾监狱 或是说警政发展的一个历史这样子 那我们这部分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现场的志工老师 您都可以跟陪伴的人都可以跟他提说您的需求 譬如说您希望他讲哪一方面比较多 或是讲的用词稍微简单一点 那其实我们这边的老师们都很愿意配合 你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就是说 不同年龄层或是不同状况的人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都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体验 然后来参观这个古迹 然后感受这个古迹保存的一个重要性这样子 那我们为了鼓励失智者跟家属 然后参与社区活动 所以我们今年度建议服务中心 有邀请我们辖区七家的古迹 加入失智友善组织 来共同办理我们这个一起游大同古迹巡礼活动 那我们希望连结这些社区单位 然后提供友善的服务跟活动 然后来营造我们失智友善的环境跟网络 让家属可以跟失智者 更愿意走出户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一起游大同的活动 今年总共有办理六场的古迹巡礼跟体验活动 那今天我们是跟新文化运动馆结合 那这个活动我们有馆内的导览 还有手作我们的纸粘土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实际的一个接触活动 让那个失智者他们可以延缓失能 那家属也可以透过陪伴那个失智者来参加活动 那有进行就是可以有一个喘息的 喘息的一个时间 参与活动的长者 尽管有些坐着轮椅或是行动不方便 需要人参服 但参观博物馆对他们来说 却是难得的体验 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表示 透过举办活动 希望帮助失智者保持社交联系 减少孤独感 同时提供认知刺激 维持大脑活药 也能减轻照顾者的压力 一直以来我们都一直在做失智症的一个宣导 那透过这样子长期间的一个宣导 其实社区民众都了解 其实失智症它是一种 应该是说一个老化的过程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 其实民众已经比较能够接纳 就是失智症患者的一些就是状况 对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 其实场馆在做失智友善的一个服务方面 他们可以去做人员的一个训练 他们才会知道说 失智长者可能会有出现什么样的行为 那透过一些友善的服务 让长者他们还有家属 可以愿意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在人口老化失智问题日益严重下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透过医疗与文化的跨界合作 让医疗走入社区走入生活 并且创造参与感的环境 让失智者能够走进社区 进行社交互动 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的环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